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站》 我们的节目是由宝石胡佛领先品牌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宝石伊贝诗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即可网上报名 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老师会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盐秉恒 盐老师 欢迎盐老师 来自华语家人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涂雷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接下来了解今天第一队嘉宾朋友的一些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的爱情 虽然我们都是东北的 但我们的城市却相得了400个人 在我们恋爱的这一年里 我们之间因为距离的问题 产生了很多的网络 我们总是聚少力多 他对我充满了不信任 我问他怎么解释 他都不相信我 现在我想要特别到我的城市 结束这段印地的感情 我觉得这样我们就能长久地走过去了 但是他的态度却总是让人看见一下 嗯 真真真 开始这段感情是因为他对我的照顾特别弄了难心 也让我感觉我信心坚持这段异地恋 但是后来他对我的关心比以前少了 而且他身边的异性又很多 我们之间的沟通又很少 所以他现在让我取他的城市 我真的没办法做这个决定 这段眼睛听着你 好一遍地当多那点 你还会想着你多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庆祝这一对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辽宁个体 女嘉宾小申重一23岁来自辽宁是一名模特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魏 今天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我来我想他到我的城市 和我一起发展 你在哪个城市 我在沈阳 沈阳那嘎的 对 那你在哪嘎的呢 我在大连 大连 你们谈恋爱谈多久了 我们谈了一年了 这一年里几乎都是异地 哦 异地 怎么认识的你们俩 一年前我去大连 出建制活动 正好我们俩赶上 一个活动了 然后我们俩 绕得也特别好 之后我就和他要了微信 你这个体是干嘛的呀 我在沈阳 开了一家甜品店 哦 开甜品店的 你难怪这么甜腻腻的 这男生腻乎你吗 一开始出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甜腻 然后我要说我胃疼的话 他都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过来找我 嗯 但是现在发现他 越来越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因为我最近确实很忙嘛 学校那边快毕业了 就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还得每天签到 而且那个店不也是刚开嘛 什么账目啦 所需的事情都需要我去管 我不是也为了能多挣一点钱 然后和你出去玩嘛 我问你吧 小子 还喜欢人家吗 喜欢 非常喜欢 我以前我说我胃疼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急忙地过来找我 但是现在他越来越 不会过来主动找我了 有一次我是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 我胃疼然后跟他打电话 他说我现在我在那个出活动 等我完事了以后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说那行 然后我就不打扰他了 也不是不理解 然后就一直等 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看他发了一个 和很多模特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然后他说什么事啊 那你心里面都没有我 你还问我 你说什么事 什么事啊 我心里当然是有你的 但我那天真的一直都是在工作 那天不是万象节嘛 老板要我们去拍一些比较搞怪 好玩的照片 然后发一发朋友圈 增加一下节日气氛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那天实在是很忙忙忘了 但你晚上你不也出去 和娜娜一起玩吗 而且去酒吧 也发了一些朋友圈 你有考虑过我吗 我那时候我朋友 那时候我发小 我们是一帮人出去的 只有一个男生 不应该这么说吧 我觉得你今天 你拿到台上说 这个问题有点无理取闹 那还有呢 大家刚艳势的时候 不管出什么活动 你都会问我 你现在呢 问都不问了 你直接就去接 那些摄影师 对着你拍来拍去的 拍得那么仔细 你让我怎么想啊 不不不 人家拍照 当然拍仔细了 你想什么呢你 那你说他当模特了 穿得那么少 我心里肯定会不舒服 穿得多少啊 比基尼啊 那是模特很正常吧 他的职业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算事情 我之前拍那些照片的时候 你看了 你也是 可以 我就没有必要再去 反复地问你了 那问和不问是不一样的 问证明你心里有我 你还是在乎我感受的 我这么问吧 如果他问你 你还让他拍吗 不一定 这个得看什么活动吧 好吧 谈了一年多了 你们这算是地下情啊 还是地上情 就是所有的朋友啊 家人都知道 你们算哪一种 算是 不知道吧 因为有一次 我去大连找他 我俩过商场嘛 正好他爸爸妈妈 在对面迎面走过来 然后他看到以后 马上就走得离我特远特远 但最后还是 被他爸爸妈妈看到了 然后他当时 跟他爸爸妈妈介绍我 就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当时我的心真是碎一地 其实咱们这一年 来了有很多问题 包括性格 也不是特别地合 然后再加上 你现在让我琢磨不透 所以说我不确定有未来 然后见到父母 我不想随随便便地 去介绍一个男生 所以如果按照我的逻辑 可能是个老年人逻辑 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所以按照我的逻辑就是 两个人心里又有彼此 又有这么 因为一地而带来的 这个隔阂 那你们在一个地方 不就得了吗 这些问题不都消除了吗 我一开始 没有想到去 他们沈阳发展 然后我也跟他 确切地说了 他也没有说什么 他说可以 他说以后再看发展吧 去你们那个城市 也不是不可以的 小子你去过去吧 去大连吧 我学校这边 因为还没有必要 我实在是过不去 你毕业了不就能过去了吗 我毕业能过去 但是我怕他等不到我毕业了 你怕这半年都熬不过去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 几乎每天都吵架 一吵架就是冷战 你们俩当初怎么好的呢 这孩子对你好吗 以前的时候 他对我特别甜蜜 有一次我说 我在家里边胃疼 特别难受 他说你多等我一会儿 然后就过来了 然后就带我去医院 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 我选男朋友的标准 并不是说物质或者是相貌 对我来说 对我好就行 当时那天我听他说病了 我就特别着急 我把手头所有的工作都放下了 我买了高鞋票我就去找他 当时我看他在家里的时候 腰都止不起来 然后我背着他我就去了医院 行啊 这不是挺好的 我还对你好吗 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下雨天 我不愿意走路 因为我怕地上的泥土 都绷到我的腿上 他就说我就背着你走吧 然后就把我送到你 对 这基本找了一个好骡子你看 生命可以背 泥水见腿上也可以背 这都变成了过去的回忆了是吧 对 我感觉很幸福 我们可以回到过去 可以回到过去 女生呢 我觉得我们之间 并不是说异地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之间 有很多沟通的问题 就是我有的时候说话 就感觉好像两个人 不在一个频道上 有一次我们冷战 然后他不告诉我 然后就过来参加这边的一个活动 然后晚上的时候 可能不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吗 晚上的时候过来找我 然后我都跟他 也是好生好气的说 我说再让我想一想 考虑考虑 然后我就想出去 抱走 他说我陪你 我说不用 我自己出去抱走就可以了 然后走一走去静一静 然后在后面一直跟着我 我都不知道 我都走了 大概12公里的时候 我回头我看到他 他在我后面 然后我就特别反感 不是应该特别感动吗 没有 我特别反感 当时一来这件事 我们还吵了一架 我感觉我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然后我就 你上什么脾气 人家也没打扰你 我就觉得你干嘛 一直跟着我 你在大连也有朋友 你先忙你的 我先想一想 那我来大连为了什么 我不就是怕你出危险 我想多和你在一起待一会儿吗 我陪着你 我离你远点还不行吗 很可爱 女生 这感情你不太想要了吧 也不是 我们俩最一开始在一起是因为感动 所以说我就一直坚持着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说话他听不懂 我现在反正很纠结 纠结啥啊 就是他对你好 但是他听不懂你说的话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的天哪 那我笨 有些话你直说不就完了吗 你非得让我猜来猜去的 我又不是神仙啊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问你 有一次咱俩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看到他来一条信息 上面解着说什么 宝宝干嘛呢 是个女生 你可以解释一下 我觉得现在 说实话 尤其是女孩跟别人说话 叫宝宝宝宝得很正常 怎么 我的天哪 宝宝我饿了 吓死宝宝了 都听出来了 宝宝心 我们在这里 今天来台上 我觉得你总是把自己美化得那么好 你自己的问题呢 所以我问女生吧 你信不信 我们主持普通的朋友 因为现在就算淘宝 他也上来就叫你了亲 我问你一句话 你回答就可以 如果别人叫我宝宝 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 如果他给许总发微信说 宝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是我的女朋友 不是 现在女生不都这样吗 你说说那个叫你宝宝的女生 是谁的女朋友 他没有男朋友 他没男朋友 他叫你你就欣然接受了 他叫谁都这么叫 我俩真的什么都没有 其实一开始 你做了很多感动我的事情 让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 但是现在很多的问题都出现了 我特别讨厌被欺骗你 他骗过你啊 有一次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你在干嘛 你说你和你朋友一起排练 我当天我本来想去找你的 我给你朋友打电话 我就问一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束 你朋友说 我没和他在一起 我和我对象在一起呢 然后我就立马又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嘛呢 还在那边编呢 我听到那边打麻将的声 宝宝你说说怎么回事 朋友好朋友找我 是跟那几个宝宝在打麻将 都是男的 真的 因为我知道 我直接跟他说他打麻将 他肯定会生气 因为他特别烦我打牌 所以说他那天来电话了 我就马上这把牌 我就不玩了 我跑到厕所 偷偷地跟他说话 我希望这些事 你都可以理解 因为我还是在乎你的 要不我也不能 特意去厕所接你电话吧 他的逻辑也很可爱啊 宝宝在乎你 所以宝宝要骗你 宝宝都不想骗你 宝宝就不再在乎你了 是这逻辑吗 不是的 那是啥逻辑啊 宝宝心里苦 宝宝说不出 这句话我说特合适 宝宝心里苦 宝宝说不出 你们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本卷 两个人都挺可爱的 其实能看出来这个男孩 是一个挺会暖人心的 一个男孩 所以你们的异地恋呢 确实是一个考验 就像他会允许别的女孩 叫他宝宝 那如果说是一个 会很明确拒绝别人的男人 他是不会让这个女孩子 有机会叫自己宝宝的 所以在这点上 你也别不承认 你还是多少留了一些空间 给那个宝宝的 所以他难免会担心 然而我觉得 就是女孩 其实我们在爱情中 最重要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信任 然后是尊重 还有一点 对女孩子尤其重要 就是独立 虽然说我们爱情当中 两个人是相互依偎的 相互依恋的 但是只有我们的内心很独立 可以独立地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 面对烦恼 甚至是病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男朋友给你的爱 你是多么的欣喜 而当你不独立 完全依赖于 这份情感的时候 他给你的关爱和温暖 你就觉得很习惯 如果少了一点 你就会很委屈 所以你今天在场上 至少说了四五次 说我胃疼 你都不在乎 你都把我整个忘了 如果真的是一个 成熟一些 理智一些的女孩 更多去做的是 我把我自己的胃养好 这是爱她 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所以我特别希望 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见面 你告诉我说 我的胃不疼了 我胃好了 所以我不会再抱怨 我胃疼的时候 男朋友不管我 爱情中多一些独立的 这种小智慧 可能会让我们的情感的脚步 更轻松一点 所以这是你需要去努力的 所以希望接下来 还要分开那半年 因为你还没有毕业 男孩子多一些关怀 女孩子多一些独立 撑过这分开的 这半年一载 有可能的话 尽早地在一起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曲总 我很不看好你们 继续往下走 因为第一 你们其实相处的时间 并不长 谈恋爱一年 说是一年 但其实是异地 很短的相处的时间 你们到底是在 跟谁谈恋爱 到底是在跟什么谈恋爱 女生刚才 我听得很清楚 你说得很简单 我其实对另一半 要求不高 我不要她的相貌 我不要她的财富 只要她对我好 真是这样吗 对 错 其实你很需要 一个陪伴的人 但是她做不到 你的选择完全是 和你的厌望 我觉得是矛盾的 而我从你们的 所谓的平静看出 你们之间感情的淡薄 你从上来到现在 一直是比较平静 你平静地看着她撒谎 你平静地等着她说出 那个最后的 所谓的真相 你很平静 不正常 两个刚刚相处不长时间 又是异地 那每一次相见的时候 何等的珍惜 但是你没有 异地的男朋友 来这儿你不见 你不见也罢了 他跟着你 你用的词是反感 而不是感动 丝毫看不出 你爱这个 这个男孩 到底有没有 让你心动的那一点 除了对你好以外 有没有别的 让你更加地痴迷 如果有 你们之间就是有感情 如果没有 就是一场游戏 而男孩呢 你真的认为 正常的朋友之间的关系 可以做出宝宝吗 你不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在你身上是可以 你为什么明明 在跟朋友玩 觉得自己很忙 为什么呀 你口口声声说 你是爱她的 但你见了她多少次 你也没有真正的 全身心地爱这个女人 既然不是一段 特别真挚的 真诚的感情 还要选择一个异地恋着 高难度系数的方式 何必呢 好 谢谢 谢谢曲宗 宝宝知道 现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吗 做到 严重到什么地步 今天会分手吗 我相信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你们是不是 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 你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 猜不透她 其实你的要求不高 女生 就是你的要求只有一个 懂我 对 这个懂我包括 我胃疼的时候 你要知道我的疼 寂寞的时候 要知道我的寂寞 你该 说拒绝的时候 就应该拒绝 你是不是觉得她特幼稚 只有每次在 我真正发脾气的时候 你再跑过来搞定我 而平时我真正在乎的 你却从来不在乎 你知道你刚才有一句话 暴露了你内心深处的想法 你刚才原话是这么说的 就是因为她一直对我这么好 所以我 才一直坚持着 什么叫坚持着 说明你很痛苦了 说明你很为难 说明你早就想了要离开 所以我才坚持着 在生活当中 也有跟她一样的男生 对你一样好的吧 或者想对你好的吧 你只有有了对比 有了质疑 你才会坚持着 才会想 是否要继续坚持 我赞同曲伟的某一个观点 你大概是没有多少爱她 异地恋 能够坚持下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是对方对我有多好 也不是有多么长足的思念 只有一种原因 就是彼此都懂得对方 懂得欣赏对方 一个人如果不欣赏对方 对方做再多都是徒劳的 再加上又有那么长远的距离 但是你找错了对象 一个相对于幼稚而直白的男生 是给不了你所谓的懂你 他做不到 他不是个成熟的男人 所以这一点恰恰是 也是你嫌弃的地方 你觉得他太不成熟 所以在他默默地跟你 跟了十二公里之后 你一回头 第一个感受 不是感动 而是反感 你的反感在于 他不懂我 但之后你又有了感动 就是这个男生 的确有的时候对你寸步不离 所以你时常纠结着 一方面不能满足于他 不成熟给自己带来的幼稚 一方面又感动于他对我自己的好 所以你很纠结 但是我想说的是 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对你好 而是因为他是他 所以你不能这么迟疑着 他给不了你要的爱 但是他给你的感动 只要付出体力都可以干得到 所以其实你闷心自问 你要的不是他 你想在他身上 所实现的那种 心灵相通 心有离析 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趁早 放了这个男生 否则的话 对于你们俩 都一定是折磨 对不对 宝宝也不懂什么 宝宝就有几个 我们分享一下吧 核心词叫条件 条件有两种 一种叫必要条件 一种叫充分条件 其实爱情一开始的时候 大概都是从充分条件开始的 优点啊 吸引 谈着谈的时候就开始 向必要条件进发了 所谓必要条件是什么 这我心里那个尺子 标准和标杆 你明白自己的必要条件 是什么吗 我觉得你心里 其实挺明白的 有意思的就是 男生的所有充分条件 让他觉得不舍 但是在必要条件 向的时候 他一向都看不上 男生 你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呀 他心里有我就行 他心里有你就行啊 那他跟人家的发小 喝个酒 你难受什么呀 你要的是独享 所以你们自己看吧 这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大家弄清楚了 也就没什么难事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亲爱的 跟我去我的同事发展吧 这样我也能每天的陪着你 照顾你 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了 我们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 你想运动了 我就陪你锻炼 陪你走 其实今天在一起 拉着喝把话 喝开了 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我希望你可以文特兰 和我一起走劳就好了 我觉得如果你思想再成熟一些 然后未来会发展的 我觉得也会不错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 优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独视频乐视网 PPTV几率 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对恋人 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要报十一位十一位十一位十他入宝 开门 来 有什么话跟他说吗宝宝 希望他能找到他想要的幸福吧 祝你们俩都幸福 去吧 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 一开始是异地 异地出现了不少问题 我就让他来我这儿了 我现在受不了他 我感觉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在他掌握之下 我觉得我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他有点太小心眼了 他要是之前老老实实的 我也不会这样对他呀 既然两个人想在一起 就应该互相信任 互相理解 不能因为之前的错误就一棒打死 现在他要离开 还让我跟他一起走 不走就要跟我分手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看着有点一头雾水 但是有一点你是明确的 一对年轻人的情感出问题了呗 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鹏27岁来自云南酒店前台 女嘉宾小丽24岁来自浙江酒店前台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听起来这个情感里面 还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怎么认识的 我去上海跟去朋友玩 正好他的朋友打电话过来说 一起吃个饭 他说那边都很随意的 没事的 那我说好啊 多了朋友们也可以去吃 那就认识他了 这饭局现在很厉害 你到上海玩 那等于你在上海工作了 对 我在上海上班 你当时在哪上班 渡江 然后就因为吃饭就认识了 对 我和他朋友是同事 然后吃饭的时候 他朋友叫他一起来了 所以我们就认识 感觉挺娘的来的吧 然后就互相留了联系风势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 从第一次吃饭 到变成男女朋友 大概用了多久 他说大概有一年多 那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呢 在一起一年半了吧 一年半 一地多久咧 一地半年 现在在浙江在一起 你去了浙江了 他来我这边 那不是挺好吗 对 是挺好的 但是他现在要回上海去 回就回呗 你跟他回呗 没有 他说 我觉得在这边 没有上海的压力大 来这边加三压力也小 互相照顾 那现在他一定要回去 说我不跟他回去 他一定要跟我分手 为什么 我在浙江加三那边 我真的我觉得 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在那边 什么事他都要管着我 我出去做什么事 都要给他报备 什么的 就备一下呗 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啊 不只是这些 就像我去浙江以后发工资 因为工作是他 托他朋友帮我介绍的 然后就是我 可能每个月发多少工资 他比我清楚 月底我还要给他算账 就是如果 这是为什么 我工作我帮他找的 我当然要清楚一点也可以啊 不是 你没有权利啊 我是他女朋友啊 你又不是他老婆 你就管他那么狠 我就 我又没有要他的钱 只是帮他看看 看看啊 啊 哎呀 有时候钱算不清楚的话 他还要跟我闹 跟我吵 没有 他回答得很敷衍我 不是 那怎么了 那不是他自己的钱吗 但是他也要知道 花在哪里啊 我就问问他 那能忘记了吗 忘记了 好吧 好吧 这小片里说 不要揪住过去的事不放 这过去的事指的是什么事 之前他让我离开浙江 到他那边上海这边工作 说他会帮我找工作 工作机会也多 那我觉得也有同意了 就等他消息啊 但是我不联系他 他就不会主动联系我 那后来我就打我朋友电话 就是那次他同事嘛 嗯 他说他已经辞职一个礼拜了 是跟另外一个女同事一起辞的职 哦 选择另外他们两个一起去 那没什么嘛 他职业选择吗 他没有告诉我 对他关键是辞职没告诉你 对吧 不告诉我我就很生气啊 当时不告诉他是因为我想 我是怕他担心 然后我跟那个女孩子一起辞职 其实是因为他那边 他先生式的酒店那边 我觉得过去的话会照顾好一点 然后他那边酒店也更大一点 待遇什么各方面会好很多 啊 我只是想工作可以的话 再让他再过来一起 啊 晚点在上海上班的话 可以在一起结束一定年什么的 女生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件逻辑当中 你是更在意他辞职不告诉你 对 还是更在意他跟那 你两个两个都有啊 但是我觉得从结局来看 不是男生还是去了吗 这就说明没什么了啊 去了他就是一直都是我跟他沟通 他从来就是不跟我沟通说话 然后感觉我好累啊这样 男生说说你的真实想法 没关系 我的想法就是 要么他跟我一起回上海 要么就是我们俩分手 干嘛那么决绝呢 因为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累 就是很受不了 那回了上海不是依然累吗 重点不是在哪儿跟他在一起 而是跟他在一起就累啊 因为我觉得回到上海会好很多吧 为什么 因为在浙江加山的时候 什么他都要管 就是我跟朋友就是出去 出去喝酒去什么人去几个人 然后我跟他说几点回去 我都提前给他报备了 然后酒席中 他还是会打电话给那些朋友 因为都是他认识的 问我在不在那里 我是不是真的去喝酒 你干嘛这么不相信他呀 那我打他电话 他肯定也是同一个答案说在那边 那我打他朋友电话 问我是不是 不是 那是还是不是 是在那边 那你去验证一次就行了吗 听来你是反复验证 你为什么那么不相信他呢 他之前在上海 就感觉我就感觉 有点不老实 他在上海怎么不老实的呀 就自从他那个 我让他来这边加赛玩 让他调一下休息嘛 他就是一拖再拖 一拖再拖 拖了差不多有半个月 过来了 那我说吃个饭去看个电影 他说我好累 就是说不想去看 后来好不容易 他陪我去看电影了 刚刚坐下 他手机拿在手里 电话一直在响 那肯定是熟人啊 电话又不接 我看着电影都没心情看 直接就把他拉出去 然后让他直接按着免提 让我听一下 对方声音都没有说 他直接说 我在浙江家上出差 挂了 好了 那我心里根据他们两个 肯定有事啊 肯定是上海的那个同事啊 没有了 只是我一个同事 就一个女同事 然后打电话来 就是说让我跟他调一下班 我也没有怎么给他解释 所以闹了很多误会 你好像特别在乎他 打个电话嘛 我觉得他不接 看电影不接 为什么你会反应那么大 那么过激呢 他有没有跟你们的朋友们说过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因为你看 你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吃饭 他还反复打电话去问 其他人有说过 这是为什么吗 你问过吗 这个我没有问过 但是有一次跟同事 出去吃饭的时候 然后时间有一个同事喝醉酒了 然后说话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就说我来浙江家上 是因为被他抓住我出轨了 然后才来这边 我当时我就很郁闷 他是怎么知道 我当时就 我当时就不明白 我问那同事 那同事然后他也 他突然也就觉得我好像清醒了 也没告诉我 然后回去问他的时候 他也吱吱吱吱的 嗯 他这样行为就是在我心里 就像是出轨 他就觉得我小心也想多了 也就是说你跟其他 你们共同的朋友说过 他是在上海出了轨 所以才到了浙江来的 是吗 说过没说过 说过 也就是在你的心里 其实你的男朋友是出了轨了的 我感觉是出轨 不老实啊 不老实 那其实他去加善的这个行为 不是已经代表了 即使他真的出轨 不是也代表他表示要 毁过自新了吗 那他现在一定回上海去啊 不是那你 那为什么他在浙江这段时间里面 你还那样对他呢 我对他挺好的呀 你不是查他的岗吗 管他的钱吗 那不是我在意的吗 他现在就是做什么事都不信任我 记得有一次就是 跟他算月底宣案账的时候 有一次130块我没有算清楚 然后我也不记得是吊了 还是请哪位同事吃饭 没有记账 他就为这130块钱给我唠了好久 然后他还说了 你今晚要是给我算不清楚 那我就跟你没完 他对我束缚的就是太严重了 所以你现在想回上海 对 你是想回上海 还是想带他回上海 我是想回上海 带他一起回上海 或者我自己回上海 我现在就是这样想 其实重点是 你要回上海了 也许是吧 因为可能是被他束缚的太厉害了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 我跟他说过 可是他说他不去 我不想去 我觉得在加斯坦挺好的 我就想让他留下来在这边 上海没有比上海那种压力大 好 你心里还有他吗 还有吧 还有吧 不然我也不会说去上海的话 带他一起去 哦 哎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 你喜欢他什么呢 喜欢他有共同语言吧应该 毕竟是做同一个行业的 就聊得来是吧 对 聊得来吧 你的同事可能都和你有共同语言啊 但是他比较实在吧 没有那种花言巧语啊就感觉 所以喜欢的是共同语言哈 嗯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爱一个人 你看啊 我这个管他的钱是爱他呀 他出去跟谁玩 我问一问是爱他呀 其实有时候我们分不清是爱 还是占有 还是控制 所以他如果去了上海 离开了你的控制 或者你跟他去上海 到了他的地盘 你也失控了这个男人 你很怕这一点 所以这是控制于占有欲 还是爱 你自己去衡量 我并不认为你有多爱他 男孩说 哎 他束缚我太厉害了 我好受折磨 我要去上海 我就是想去上海 他跟我一起去就好了 其实你就是想要自由 想要离开束缚 对 其实你说想把他带到上海去 也不过是想想罢了 你们彼此吸引的 我并不认为是爱 是感情 是彼此的欣赏 可能就是那样 纠纠纏缠的那种感受 女孩不用去控制他 其实真正美好的爱情 是彼此尊重 彼此信任 不需要占有 不需要控制 男孩也一样 也不用去再纠缠说 我要对这段感情负责任 那我总也得带上他 不再爱这个人了 我们就放手 去找你们各自幸福的爱情吧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叶老师 谢谢 谢谢 当你深爱的这个男人提出来说 你跟我去异地 你表示拒绝 为什么呢 我觉得 为什么 同样的事情 对方做 而你做不到 因为他毕竟在上海 赚的钱也不多 那我觉得还是 在我这边消费也低 多好 他开心吗 在上海的时候 即使他没有什么存款 都花费了 那时候他自由啊 他在上海 我在这边两个 他肯定自由啊 你就回答我 他开心吗 开心吧 好 那他到了浙江之后 他开心吗 好像没有之前的开心吧 你开心了吗 我开心啊 所以你觉得问题 在哪儿你看到了吗 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彼此开心才可能走下去 但是 你只想到了你自己开心 所以啊 你想想看 你到底是自私呢 还是深爱呢 我从你们当中的这个讲述 发现一开始男生一定是爱你 比你爱他要多的 因为他肯为你付出 至少他肯为你离开了自己 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来到你身边 但是不成想 变本加厉啊 你除了剥夺他的工作机会 剥夺他的朋友以外 你要剥夺他的财政权 然后你还要支配他所有的行业 变本加厉的去苛责他 那他可以跟我说 说我管得太严了 你自己知道自己管得严吗 如果他不说的话 没觉得 不 你觉得 但是你觉得很正常 对啊 所以你有考虑他吗 男生的态度很明确 他不是要去上海 他是要离开你 因为他知道 你不可能跟他去上海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索性把话说明白 所以一个男人 在勇敢地说爱 或勇敢地说不爱 否则就是不明不白 而且人家会怀疑你 原来你是出轨了 没有 那些很多都是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你直接说 你这种束缚我是受不了的 我不觉得你爱我 所以我们分手 何必遮遮掩掩呢 直接就说出来 既然不适合 何必强求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曲总 我有的时候在想 两个干酒店前台的人 在一起恋爱 你说有共同语言吗 那你们俩聊什么呢 聊工作的那种情况 碰到的人 有数字好的 有数字不好的 就是开心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就聊这个 你刚才说你爱她 是因为她看上去老实 不有罪滑舌对吗 对 跟你平时在工作当中 碰见的一些人不一样 对 因为你见的人太多了 对 心心思想 她相对于来说 算是木讷的那种 对 是吧 这样觉得可靠啊 但实际上 你又觉得她不可靠 你刚刚反感夫妇 重复一句话 也是很多女人 喜欢重复的一句话 我之所以怀疑她 管着她 是因为我在乎她 我们这样来分析一下 当一个人怀疑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谁难受 心存怀疑的人 心里难受 而被怀疑的人 是不自知的 对不对 当这个心存怀疑的人 为了证明自己的怀疑 而戳穿这种怀疑的时候 谁难受 被怀疑的人 被戳穿了难受 而怀疑的人 心里就爽了 对吧 所以你说 你怀疑别人管着别人 到底是在乎别人 还是在乎你自己呢 很显然是在乎你自己 内心的感受 真正爱一个人 是打掉牙往肚里 就是明明知道怀疑 我可能依然要咬着后槽牙去相信他 而不是为了打消我的怀疑 我就戳穿他 我伤害他 还要打着幌子说我是爱的 对不对 就像父母 父母经常怀疑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惹了祸 经常怀疑自己的孩子不好好上课 但父母依然会说 我信任你孩子 你不会这样 这叫爱 而你那个不叫爱 你无非是想证明自己内心的怀疑 就不顾一切的去管 去质疑 去戳穿 甚至告诉别人说 我的男人出轨了 你跟别人说你的男朋友出轨了 你脸上有光啊 你是为了什么呀 所以有的时候你被自私的狭隘所蒙蔽 导致到自己做一些自己脸面都没有光的事情 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给他自由 但对方不应该滥用这种自由 而对方给我们一种权利来管理对方的时候 我们也不能滥用这种管理的权利 你就是滥用的 滥用到了最后就是 你给我这种权利来管理你 不对 你是给我这种权利来践踏你 你如果换了任何一个男人说 你跟你的闺蜜说自己的男朋友是除了鬼 你觉得这个男人会跟你在一起吗 你找给我一边去了 你怎么不尊重我 所以你滥用了这种权利 而对于男人来说 你是否滥用了对方给你的自由 这也有待考证 所以说无论是上海也好 家庭也罢 我赞成许伟的一个观点 他打着爱的幌子去践踏对方 他打着留恋的幌子 说跟我去上海 我们就在一起 你拉倒吧 你们两人就不能直说一点吗 他可以直说 哎呦我不愿管你了 我好烦啊你这个男人 你也可以直说 我又不愿意搭理你了 我回我的上海 为什么要一起折磨呢 拉倒吧 其实在生活里 特别是爱情当中 特别需要边界 比如说财务问题就是一个边界 在没有结婚之前 其实这一部分是非常隐私的 第二个 其实就是别人的隐私的边界 你为什么会跟你的朋友说他出轨了呢 我也没有直接明当地说是出轨 对 所以就去想 你想一想 当你把爱的东西都越位的时候 你开始侵占别人的私领地 侵占别人最内心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可能那个就不是爱了 就是伤害了 都别负气 静下心来想一想 我还爱不爱他 你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 再做决定 好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之前也许我没有太多误会 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上海 我们一起上班 一起工作 在上海一起生活下去 请亮灯吧 不太想说我看女生 这也挺好 不想说就不说 至少不说虚伪的话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真是叫着劲呢 这对恋人他们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开门 要保湿 医北湿 医北湿 抬入保湿 我马上回来 请开门 来自万世大爱情保卫站专区的网友提问说 图老师 我和女朋友是经家人介绍 相亲认识的 我今年34岁特别着急结婚 但女朋友因为离过一次婚 所以要求我家出20万彩礼做保证金 我们现在出不起这么多的钱 所以结婚的事一直没谈成 我现在该怎么办 要保湿 医北湿 医北马上回来 20万保证金保证什么呢 保证不离婚 还是保证你不出轨 你的女朋友离了一次婚 还没有对生活有透彻的了解 居然在下一次婚姻当中提出 用20万来作为保证金 而你作为一个34岁的男子 居然这么着急结婚 你们俩在一起 这生活真是糊涂得很 好 谢谢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旅间品牌 在伊贝斯冠名波处理药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痰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